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 今天我是Casar範圍新日 今天是5月3日 星期三 現在是5點07分 收了市 港股今日的走勢做得不好 早段時間來說 低開了200多點之後 跌幅增加到超過360點 也看到今天的整體港股走勢主要受到外圍影響 包括市場都很擔心 美國方面的債務違約風險逐步增加 也令到資金走進黃金裡避險 再加上市場都很擔心 之後會有更加多的地區銀行來説 會陸續出現爆破 可能都會令到 大家都對於美國方面的整體經濟信心不足 雖然市場現在都預計了 美國聯儲局在星期四凌晨的2點 會公佈的議息結果 不可以看回市場 預計基本上一定會加息 而且加的幅度來説是25點 加完這次可能會是整個 再加息的機會就會大減 所以看到現在市場處於一個十字路口 一方面擔心就是通脹 引發到銀行方面 可能會有更加多的資金來説 是由整個地區銀行流出來 會影響到他們的穩定性 而來也會擔心著 繼續加息會影響到經濟發展 再看回市場對聯儲局 在接下來的息口去向 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看法 就是相信在星期四凌晨2點 就是聯儲局的議息會議 會公佈將息率上調到 5點到5點25點 這個水平的機會率達到85% 雖然低於上一天的93.8% 但都是屬於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但是在這次的加息之後 大家對於6月份再繼續加息 似乎沒有太大的預期 因為大家都是預期到6月的時候 有機會是需要減息 來拯救美國方面的整體經濟和銀行業 因為現在來說 大家最擔心的是 陸陸續續會有更多的銀行企業倒閉 如果是這樣的話 到時來說 美國聯儲局自己本身 是沒有辦法去救這些銀行 可能會引發骨牌效應 所以現在來說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 在6月份必須要進行減息 這個機會率達到達到85% 所以都是這樣去看 現在市場一來都是擔心加息 通脹是引發出來的經濟衰退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看看在這個息差方面 譬如好像在說 兩年期和十年期的國債息息率的息差 未有再進一步拉幅 甚至可以看到市場開始預期 美國需要在6月份進行減息 令到整個兩年期債息都跌回了 基本上已經跌到4厘的水平以下 現在來說 在做3厘945 和10年期債息是3厘4的整體息差 收窄到剩下0.54厘的 這個情況也是近來比較窄的幅度 可能是預示著加息機會 去到尾聲 變相減息也可能會出現 令到整個短債方面的息率也會回落 其實如果看回來說 在這次大家預期的息率 是會有機會在6月份減息的話 其實美匯的走勢 都會繼續轉弱的 雖然我們要看回 上一陣子在4月14日來說 我們看到美匯指數一度跌下去 在100.79的低位 平了2月份的低位 但是在這個低位裏做了反彈 升穿了10天的2-6月間線之後 但是沒有辦法再進一步向上 主要都是因為大家預計 接下來是沒有加息過機會之餘 所以美匯繼續轉弱 在今天再次跌下去 10天的2-6月間線以下 也看回RSI已經跌穿了50 轉回到偏弱的水平 不排除現在來說 在美匯繼續試回 之前的100.7的水平之下 可能會繼續看到RSI在下市低位 如果接下來的時間 當RSI真的跌下去 30以下的話 相信也會跌穿了 近日在100.8的支持位 所以可能會引發到 短期內的美股 尤其是科技對股份 是有一個反彈的機會 看回到昨晚走勢 都是不漂亮的 只是有一件事比較偏好 跌穿了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但是沒有跌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也看回到現在的 保利加通道的水直高度 已經收窄得很厲害 如果用BBW來看回到 只剩下0.024左右 這個位置也是非常接近 2月份的水位 所以在現在來說 反而我們會看到 保利加通道的水直高度 是有機會是擴闊的 在這樣的情況的話 只要保利加通道 即是擴闊的時間來看 我們看到那個指數 不要碰到那個通道底部 反而有機會 借著通道在水直高度擴闊 它會再試上通道頂 否則如果在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看到指數向下跌下去 導致下跌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而繼續看到擴散的通道 可能就會沿著通道底 繼續下跌 尤其是現在來說 市場都是比較偏向悲觀為主 所以也要小心 短期的導致走勢 我們也看回近期的波幅 尤其是風險的波幅 是相對比較低 尤其是我們在用BIX 去看的話 近期最低是曾經跌到 下跌下去是15.7 這些水平 雖然昨天來說 一下子彈都上去17.78 甚至是18個水位 沒有能力再進一步向上市 更加高的水平 暫時只可以去看 指數未真是會 引發到一個 即是叫做股災 因為很多次來說 你看到垂直高度 尤其是倒指 甚至是納指 這些指數來說 如果它沒有出現 在一些比較明顯的波幅加大的話 我們看不到這個BIX 會出現一個很強勁的上升 暫時只可以去看 這個比較窄的通道底下 可能都會限制住BIX的反彈力度 也都看上去 就是昨天因為市場預計 整體的減息機會 也都令到黃金來說 下至急升了35美元 也都看到在升上去 去到2000這些水平流上之後 一直都不肯跌下來 似乎都是反映著一件事 大家對於 就是未來的時候 加息的預期已經是消散 現在來說就是減息機會是加大 可能都令到金價來說 是繼續維持高企的現象 在看今天的港股 其實可以去看 就是早段的時間是低開 並且一度令到 行指跌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貼近今天全日的低位 去到19538點 跟我們早段的預期 就去到通道的底部 19550這些水平 應該會是暫時幾分 即是現在來說 只可以說 配入到 也都沒有看到 是大幅這樣跌低過 在之前一個比較重要的關口 就是19520 以及也都看回 在3月20日的時候 就是18829 這些位置都沒有跌穿 所以加上我們也都 我們譬如說 去看回整個反彈 我們都是用之前的黃金比率 去看回 看回頂部和底部的回調幅度 在說38.2%暫時還站得穩 所以如果現在去看回 要站在這個38.2% 就是大概196000左右 我們就相信市 之前完成的高約底的形態 還沒有出現一個逆轉 也都不是太過擔心 就是說市來到這些位置之後 一定會是跌回去 就是之前18829 甚至說要跌回去 就是去年10月那些低位 因為始終以現在去看回 我們看到布里加通道的波幅 都是比較窄的 那麼在這麼窄的波幅底下 加上現在的RSI 也都沒有跌到達30以下 其實要再向下跌下去 那個布里加通道底部 引發布里加通道擴闊 然後再進一步把指數踢到下面 那個機會率就不算太高 所以只可以看回 現在的市場不是真的差得那麼厲害 市場現在都是說 利用回市場有幾個利膽因素 第一就是美國方面的銀行出現倒閉潮 但是這個倒閉潮來說 還未是差得過2008年那時候 第二就是經濟衰退 這個情況來說 也都未是說真的 見到所有那些企業的業績都是很差 再加上現在來說 大家就說 美國那方面的 就是叫做債務違約 風險會加大 但是這個因素其實都是可控的 因為始終來講 美國在各個的國會 雖然就是眾議院和參議院 都是分開兩個黨派控制住 但是如果說因為那個共和黨 就是去拿著一個的權力 那就是說否決了那個 就是叫做將國債上限提升 引發到那個所謂的政府停擺 甚至是說 產生了那個違約風險 我想就沒有人會是可以 就是說去再救得到 如果真的觸發到 那所以我想現在來說 不是一個即時引發到 就是那個債務違約這個因素 所以都暫時來說 見不到真的 這幾個因素加起來之下 就會令到全球的股市 出現一個大崩盤 那所以只可以看回 這段行指暫時都叫做 站得穩 尤其是如果我們再看回小時圖 那近日那個指數 有高位回落下來 這一陣子的反彈 曾經反彈超過38.2% 去到6.5%附近的 那只要現在那個指數 不再跌下去 之前的低位 那如果在4月26日那個低位 在19520是沒有失手 那仍然還是說 我們看到下去 下一些低位 它的RSI還未能夠穿上低位 整個走勢不是太差的 那所以我都會覺得 暫時來說 那市呢 雖然今天是比較弱一點 還有呢 也都是留意到 就是說 在早段的時間來說 我們看到呢 指數低開了成247點下 那個資金是有流出的現象 那雄指來說呢 走了12.7億 那國指來說 走了9.1億 那科技來說 走了5億 那他們那個 就是拋貨率來說 都其實相對挺高的 那因為呢 去到接近90% 去到96.2% 那就是都是反映著 投資者大部分都可以沽貨 那不過就是那個 就是叫做低開了1.2%底下 那個的資金流出 都是說10億左右 就不是說真的大到 令到大家來說是很憂慮的 所以呢 都可以去理解一下 就是說 早段時間 美股因素 大動了港股低開 令到資金流出了 那但是那個流出的部分 呢 主要呢 都不是呢 就是令到大家來說很憂慮 譬如好像是看回 今早前呢 是流出了的股份 那個的情況 這個情況呢 阿里第一隻 那就是1.4億的 那有幫就是1.1億 那里林來說1億 那另外騰訊呢 1億 那另外領錢 就是8500萬 那見到來說都是很分散 不是那麼集中的 那進來的錢 也都不多了 那銀河娛樂 那是龍夫山泉 鍾聲 周大福 康師傅 那這些來說 都是說幾百萬到2千100萬 那所以可以這樣看回 就是說今早前來說呢 基本上 主力都是沽盤 但是那個沽額呢 主要也是說 就是1億多的資金 在那個股裡面 就不是說真的那麼差 那去到收市的時間呢 雖然如果你看回那個 指數來說 都是大概跌了230點 那跌幅來說 收集了很多 那也都是看到 就是說 在那個的 就是叫做成交額 都是屬於小的 那是662億的 那如果我們留意到 其實暗指呢 今天在收市的時間來說 都有17.800億的資金流入 國指是有10億1千萬 那另外呢 就是科技來說 是7億7千萬 那其實計算一下 這條數呢 抵消回早一段 流走的資金 那但是呢 那個追貨比率 都是很低 那就是由55% 到73%不等 那變相這一堆的錢 流入的金額呢 是不足以 就是叫做 就是顯示著 整個指數的方向 那因此呢 現在都會繼續 是預計回 港股在短期裏面 都沒有太大的 方向發生的了 那主要都是因為呢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 我們呢 都還是看了那個 那個 就是叫做 美國那方面 加息 那那個 會議後 會後聲明會是什麼呢 那現在的市場 看法呢 就說相信 會加25點子的 那但是呢 就應該在 會後聲明會 有機會是指出呢 就是說 一旦需要進行減息 去支持經濟的時候呢 那 這個聲明如果有出來的話呢 對港股其實是有利好的幫助的 那在那個收市的競價時段呢 那有17億的錢是進來的 那當中來說呢 騰訊是3.3億的 那另外呢 就是阿里呢 就是2億的 那另外呢 就是1.8億的 匯豐就是9,600萬 那建行就是8,600萬 那如果看回呢 那兩隻的科技類股份呢 那三隻的銀行 或者是保險股呢 那都是暫時看到呢 就說不是說很強的 就是一類型 單一類型的股份的追捧 那反爺國呢 就是看回流走的 譬如美團 就是比亞迪 平保 中二棟 無偶呢 那都是就是叫做 比較分散 那所以在這個 就是流入和流出來說呢 都沒有一個 就是叫做 單一的 就是叫做主行呢 那可能對市的影響呢 都還是有限 那暫時呢 我們都預計回呢 在大概9600這些位呢 附近呢 整個來講 是支持力不差的 那反而你說呢 要升上去一些 比較高的水位呢 都要逐步逐步走的了 那第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呢 就是我們看回 就是4月17號 2萬0 864點 而現在看回 只要站得穩 在1萬9500 這些水平來說呢 慢慢慢慢做上去呢 也都不是那麼難的 那大家來說 我們需要留意一下呢 就是在這個凌晨時間 公佈那個聯儲局的 意識結果 還有最重要 看完它的會後聲明 就會更加清楚呢 知道究竟呢 港股在這一陣的走勢 可不可以是借著呢 在加息完結之後呢 會是重新再 迎賞一下一個叫做升浪的 那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呢 來到這裡的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來吧